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前常常讲过 有的人是为钱工作 有为理想而工作 还有的是为兴趣工作 一般大部分工作有分三类 最好的工作是 你的兴趣你的理想跟钱 能够结合在一起 中国古老一句话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你有没有那个心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执着 第二个呢 我觉得 要能够就是 面对挫折 一定要记住 你没有失败 你就不可能有成功 而且 你没有连续性的失败 有重大的打击 对你来讲 这个成功绝对不是一个坚实的成功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你一定要 不要 刚刚那个高七星教授讲 你一定要乐观 就是你一定要有positive thinking 不要negative thinking 很多事情呢 我常常跟我们同人讲 天底下呢 没有完美的办法 但是总有更好的办法 那 所以女孩子也是一样 这个 你always有更好的办法 但是呢 你明天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就你一定要想各种的办法 来解决你的困难 如果你面对困难啊 常常大家都是老话 其实打败别人 打败你的不是别人 都是谁 都是你自己啊 诶 全世界说你被谁打败被谁打败 我说没有 都是你自己 因为第一个说放弃的就是你啊 Steve Jobs 他创办了苹果 我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做苹果的事情 我还被赶出去 所以你那个时候 所有人就说他失败 可是最后回来成功 那我讲的是什么 他在斯特曼大学那个演讲 已经被认为美国所有年轻人 教科书的 他说这里面就是 这个这个 Stay with hungry 你永远要感觉自己 不管知识也要是 很饥饿 他们就知识 那我今天来 并不是来告诉各位 我有多成功 我要来告诉各位是 我受了多少失败的打击 一步一步的 我都没有 像蟑螂一样 没有 所以你去说我大 不如说我小 随时都可以 找个地方就可以生存